嗨,大家好,我是Thomas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艾多美的阿渣摩 阿渣商城就是艾多美旗下的一个网上超市电商百货 你会看到里面是由一些食品、家电 然后是一些电子设备的产品、Gadget 去到玩具、去到时尚、袋子、衣服等等应有尽有 而这个阿渣摩也是2022年6月20日 也就是今天对全球会员开放的 即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手上的艾多美账号 来登入这个商城 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买 我们去到atomyaza.co.kr这个网址 因为是一个韩国的商城 所以它预设会是韩文 那它的支援也说了将来会有英文版 不过不要紧要我们有翻译的 那如果用Google Chrome的话 其实打开韩文就可以 打开的时候它就会选 是不是要将韩文翻译成为英文或者中文的 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 我会拿到always translate 因为随时如果想看韩文的 其实按这个右上角的语言标志 选择Korean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就可以方便我们每版都自动翻译 翻译到中文之后 就会看到它登录的时候 可以有两个去选择 一个叫做综合会员登入 另一个就是Azama登入 因为Azama双城和艾多美双城是两个不同的双城 只不过是我们都可以用艾多美的帐号来登入 也就是成为左边的综合会员 只要填上我们平时用的Azama的ID和密码 就可以进行登入 登入的时候第一次它会提醒我们 因为第一次登入就问我们 这段韩文就是要成为综合会员的话 我们要先同意这个条款 在这个Azama双城里面 注册一次 当然 所有的资料都会在 所以我们只要填就是 首先 看了会员条款 同意的话 我们就按 然后按 确认 接着它会将我们 已经在艾多美双城上的 资讯 列出来 然后看我们 有没有需要更改 或者确认 确认了之后 你就可以按下面的报名 而中间它会有一个位置就问你 你想在Azama双城里面 买的东西 都会有积分 有PV 赚的PV 是放在你自己的个人消费里面 还是放在左边 还是右边 不过不用太担心 入到去登录了之后 随时可以修改的这个设定 所以我现在会首先选自己 又或者自己满了的 先选一左一右 因为随时可以改 按了确认之后 我们就会成功进来 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 以及它们的价钱 可以购物 如果在电话里怎么办呢 电话里都可以用Google Chrome 就用电话的Google Chrome 登入了韩文的时候 它有机会会提醒你 是不是要翻译的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按右下角的三点 然后选择Translate 或者翻译 找回G文的多语言的图标 就对了 按了翻译之后 我们就可以设定 我会选回翻译做中文 然后我也会选 Always Translate Korean 以后我会在这版本上 去看不同的行事的时候 去浏览不同的商城 都可以确保我看得明白中文的 而有什么要再设定的 你会看到现在这版本的左上角 也多了翻译的标志 可以做到设定的了 以上就是阿多美的阿渣摩 的一个登陆注册 以及我们先到为快的方法 事不宜迟 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可以买 好了 在阿渣摩上面 我们重视平时 例如去看一些商品的时候 我们会用了Google Translate的 自动翻译功能 但也有机会 就是按到进来的时候 因为它的商城 其实也有很多是相片 图片里面的文字 就会翻译不到 一般我的情况 例如拿着iPad 或者是电脑 总之就是不是电话 接着去看的时候 我就另外再拿着电话 我就会选Google 不是Chrome的 是Google搜寻 就是Google 选了Google之后 我就会去 其实就是平时 你想象到的Google搜寻 但是App 除了可以给我们打文字搜寻之外 还可以给我们用图片来搜寻 而且图片是可以即时开镜 翻译的 也就是右上角 有一个镜头的公仔 进去之后 它就会开到我们的画面 开了一个镜头 接着也会有我们过往的图片 我们就选择左边 Translate 或者翻译 按了Translate之后 你会看到现在 它就会自动将你即时看到的东西 来翻译 做你要的语言 有机会预设不是选中文的 我会选回 要翻译做中文 Detect language 就是说它会自动辨认的了 你以后要看不同的语言 就不需要自己进来再选择了 总之变回 你自己 看得明白 喜好的语言 你拿着这个功能 看着任何其他文 它都可以帮你翻译到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 来一直看 遇到那些真的想知道的 当然很多时候都是汉图色字 遇到那些真的想知道的资讯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看到里面它写的文字 有没有什么 我想更加详细了解 例如说 我现在在压针包上面 去找不同的口罩 都会有不同的款式可以选择的 所以我都会去逐个逐个 慢慢比较一下 它们的分别 那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到去 除了Google Chrome 可以帮我们翻译到 文字上面的韩文 也可以用这个 Google的Lens 翻译到图片上面的韩文 那我们就可以买东西 买得很安心了 好 好 好